怎麼看內地的消費股 因為現在大家都關注 內地的疫情好像又再回來了 最近有很多不同的地區 有封城 措施了一段時間這樣 怎麼看內地的情況 現在會不會說大家 都不要碰這些中資類的那些內需股主呢? 暫時先看一看 或者這麼說 其實內地的消費雙方股 其實都是很寬的 剛才你都粗略說了大概兩個方向 一些是食品、飲品相關的 消費、民生相關的 一些是餐飲那邊 剛才就是海底撈這一宗 我覺得如果再細分下去 當然剛才提到整體 可能都是要暫時先看一看 當然這個很直接地受累 就是這個疫情 內地都是相對比較在發揮 或者是少少在升溫 而連帶來就是經濟增長 都一定會減慢這段時間 所以對一些消費相關的股份 其實那個炒作性 或者實際的因素上說 都會是一般一點的 所以其實本身整個板塊 我覺得可能短期都相比起 市來計算 可能會稍微更弱一點 這個都有這樣的機會 要等之後 當疫情慢慢好一點的情況 但如果你說再細分下去 其實剛才提到一些火鍋 餐飲相關 這些就更加一向都是會有戒心的 因為始終我覺得實際來說 當然這一刻更加直接是受累的疫情 因為很明顯的內地 譬如上海這一刻半封城 之前深圳封城 雖然還是個別城市 個別地區為主 但是都會對這些實際 真的餐飲是有衝擊的 就是你大家都不能外出 不能去飲去吃的話 一定會有影響 這個是更加即時性的一些反應 但是想說一點 譬如就算去年內地疫情相對很好 控制得很好的時間也好 其實這堆餐股不是一樣那麼差 就是前中網絡都是那個問題 不復當年勇 因為你從之前的業績看到 其實好幾隻特別海底撈 是比起疫情前都還是很差 就是所謂的差 不是說只是說這刻是不是山舖 而令到城管上升 有個虧錢的問題 而是最主要反映盈利能力 就是那個翻台 其實這個翻台率其實是跌得很明顯的 就是現在只有三台 三台領 那以往高峰其實是五六七台 一天 那所以這個是差很遠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過 盈利能力都已經差那麼遠的時間 就算你這一刻可能那個疫情 是慢慢變回曙光沒有什麼了 那正常可以回營運回了 但是始終那個增速來講 盈利增長都不會特別很快 那變相對股值一定是扯不高 那所以我想一些餐飲股 始終都是會有 很理由有戒心 還有其實現在都是一些 壓在一些軍線以下的情況 特別是中長期的軍線 那所以都反映了 其實整個勢就不會特別好轉的 那反觀如果你說阿博之後的 那剛才提到 譬如我寧願選一些 真是內需消費相關的 比如剛才都提到一些 糖啤酒也好 看用品也好 那些奶仔品 亡牛這些都好 其實看上大方向是OK的 那但是當然也未必說 這一刻立刻了 因為始終我想立刻的地方 都是審慎一些才提到一些 就是疫情 而來就是很多的食品 飲品相關 其實更加除了疫情之外 其實更加受累那個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問題 其實在去年的業績 下半年年尾都已經看到這個情況 那現在更加明顯 那這個都會很影響他們的利用空間 那所以我想短期來說 這堆股份呢 會是普遍都會弱一點 那但是如果你有放一個中線 我覺得可以等一等 才去留意會好一點